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期间 双方的战斗越来越激烈 六日荡天 日后主力分两路进犯我军阵的 一路由罗电阳护太公路 京师相公庙向嘉定进攻 另一路从流行出发 京广府镇向嘉定进攻 途经顾家宅强渡运导邦 以南岸进席庙行 张华邦之敌西进 威胁江湾 扎北之线 这期间 主要战场的运早上 1937年10月6日 上海扎北三伊丽附近 废墟里进行巷战的是日寇陆战队 扎北的战斗是从9月中旬 抗日军队转入首饰开始的 到了9月底 日寇已经聚集了20多万人 并与强大的海空军力量配合 对往军阵地进行毁灭性的打击 看上面这张照片就知道 当时的战斗到底有多激烈 1937年10月15日 上海胡家庄 日寇运送物资的后勤部队通过架设的军桥 这一天 蒋介石批准国民政府军委会发布训令 前方自应奋勇应战 如有擅自退却者 当与依法连坐 其余战地文武观作 亦因各奔天良 医治抵御 如有擅退或抗御不利等情势 亦当依法严惩 绝不宽戴 由此可见 当时我军伤亡巨大 已经比较吃紧了 1937年10月16日 上海金家宅附近上岸的日寇部队 这时 日寇通过不停的增兵 战斗已经对日本方面越来越有利 1937年10月16日 上海刘家行 阵地前沿 匍匐前进的日军 这时 火军也增加了澎湖 大厂基江湾 老人桥 新京桥 陈家行一带预备阵地的防守力量 1937年10月16日 上海陈家行 河边阵地掩护日寇进攻的士兵 陈家行10月初就沦陷了 后来川军20军 阳森部进入战场以后 多次组织部队收复阵地 并在意 明月13日 打响收复陈家行的战斗 军长梁森亲临火线督战指挥 副军长夏季勇带头冲锋 20军当天就收复了陈家行 日寇丢失陈家行后 仍自是武器精良 弹药充足 进行多次疯狂反攻 20军全军将士与日寇苦战七昼夜 终于守住了阵地 当然 陈家行也成了一片焦土 21日 中国增援部队第21集团军的户后 未恢复日早邦南岸阵地 又开始对日寇展开全线反攻 1937年10月18日 上海战线 日军的炮兵观测兵 1937年10月18日 上海战线 楼顶上的日军的炮兵观测兵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1937年10月20日 岁启隆地 从天早前後 熊梦 1937年10月20日 金康梨陀探 鞋固 1937年10月30日 国庭兵观测兵观测出 1937年10月20日 ts 8570年2月19arena 美尽上海战线